現在大家在盈鵝上面見到這位女士 就是一個德國的記者 她長住在烏克蘭的頓巴斯地區的頓巴斯區域 她自從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以來 一直在報導當地的情況 包括頓巴斯地區 人民受到烏克蘭軍隊的襲擊等等的實際情況 她現在接到德國政府的一份起訴書 要告她 告她什麼呢? 不知道要告她什麼 說她在幫俄羅斯傳播一些虛假消息 已經凍結了她的帳戶 也凍結了她爸爸的帳戶 她和她爸爸成年女士應該脫離了 她也說她親眼見到烏克蘭軍隊屠殺頓巴斯平民 也正在做一個種族滅絕的事情 她將公佈書沒有給大家看 拿著在手套 其中兩三點我覺得很奇怪 第一點就是 控告書沒有控告她什麼罪名 第二就是在控告書上 在德國已經禁了英文字母EZ 控告書上有一個很大的EZ符 第三就是今次德國法院不准許她道庭答辯 因為這樣會阻礙了德國的調查 這個到底是不是法庭上的文件 我不知道 我現在去片給大家聽聽她怎麼說 這裡也有人做了中文字幕 我的名字是AlineLib 我住在德國的英文藝人 我住在德國的一半年來 告訴英文人 在德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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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國的英文藝人 開始了解我 首先他們刪除了我的資料 在網路上 然后他们封锁了我的账币 封锁了我的账币 然后昨天我收到这书词 从德鲁公司 他们现在开门了一个犯罪 所以这些是他们的犯罪 而给德鲁人的支持 专业的优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已经是一个犯罪 为此你可明显得三年在写 在他们的书词写他们在写上 在二十四月二十四月 我发布了一篇文字在《Telegram》 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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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俄罗兽在他们的选择 要开始这些优独的优独 也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已经有几个年纪 也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也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我发布了一篇文章 我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在《Donbass》 在最后一篇文章的优独 他们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说了一篇文章的优独 因为这些优独的优独 那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他们被判断了我 但不想听我了 这些文章的优独 在这一篇文章的优独 有一个Z 这一篇文章的优独 他也提到 原来今次是 德国政府 如果你任何人支持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成为犯罪了 要坐三年牢 作为一个记者 报道都不行 为当地居民 真确报道都不行 我一直以来 觉得德国政府 不会好像英国政府 这样盲目 把事实扭曲 会容许真相传出来 看样子 我这个预判 就完全错误了 其实我一直以来 感觉到 他们的德国之音 已经是非常之离谱 那些东西完全是错误的 现在有一个 具体的证据证明 一个德国本身的记者 在乌克兰的Dambas 地区正确地报道 当地发生的事情 都会引起 德国政府的 立案调查 就已经将 记者本身的 银行户口 和爸爸户口 凍结 我真的想象不到 德国政府 可以变成这样的